彰化縣文化局將規劃在陸港辦理走讀藝術節 以當代的藝術手法深入陸港的古蹟建築 設置戶外藝術裝置 希望透過當代藝術與文化空間的對話 喚起民眾的歷史記憶 縣長王惠美邀請民眾在7月2號至7月24號 一起到陸港小鎮來趟歷史清旅行 2022彰化走讀藝術節 彰化縣將邁入建縣300周年 未讓風華孤獨 注入創新元素 縣府用心規劃 張開意境2022彰化走讀藝術節活動 縣長王惠美表示 10件大型裝置藝術作品 從即日期展出至8月31日止 分別放置在文武廟、龍山寺、 核心清創基地11樓、 客戚別墅、工會堂、 桂花巷藝術村及舊路港溪水岸等處展出 陸港本來就是我們開放式的博物館 這一次彰化縣政府文化局 我們從7月2號到24號 在這邊有一個走讀藝術節 我們有10個我們的裝置藝術 會放到31號 其實藝術家的作品 其實都嘗試跟這塊土地、跟這塊居民 這邊的居民還有這些建築的老建築 或是古蹟建築之間產生對話 這是我們這次策展的一個蠻重要的重點 王縣朗指出除了藝術作品展以外 每週六日邀請優職表演團隊 街頭藝人、學校、社區團隊 南北館音樂傳統戲曲 在陸港公會堂主舞台、陸港溪水中舞台、 陸港龍山寺及桂花巷藝術村演出 也有我們的市集 每個禮拜的市集又有不一樣的一個主題 那也為大家安排了非常多的藝術的DIY 也有我們的十六場次的陸港輕旅行 所以歡迎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 那這次我們結合了90間藝術的商家 都有提出非常多的一個優惠 你幾點有優惠 那甚至你幾點還可以來參加我們相關的葛末彩 縣府文化局表示 7月2日至17日也特別安排 自製製作舞團 黃夢藝術、國立台灣交響樂團 朱宗慶打擊樂團等知名藝文團隊到陸港演出 讓民眾以崭新視角欣賞不一樣的表演藝術 記者重新一張畫線採訪報導